他們的調解,那現在結果怎麼樣? 是,跟委員報告,有關於南山人壽相關的案例,我們勞資處其實一直都跟南山的工會保持一定的聯繫 所以那個調解的狀況如果請我們處長跟您說說明 好,那請趕快好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有關這個南山工會幹部的這個爭議跟考核的事項 目前台北市政府已經在積極的這個調解當中,而且在就業歧視評委員會也在做審理當中 那我們現在也進行了這個南山資方跟勞方的社會對話 他們兩個之間的對話,我們已經進行了兩場,目前都進行得非常順利 我們還會持續下去 我剛剛問的是,那是未來啦,針對他這個糾紛的部分 這個整個一個秋算帳,把人家植物拿移除這個在台北市政府這個部分呢? 現在目前他在就業歧視評委員會在審理當中 那說兩個禮拜,那兩個禮拜也到了 沒有沒有,他這個就業歧視評委員會 他開過會以後認為,有一些資料還不是完全很充分 所以說請這個勞工這邊啊,還提出一些具體的資料 那目前還在這個,就業歧視評委員會在審理當中 那麼處長齁,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上主委也在這邊允諾 要去捍衛這老公的權利,那一樣的,楊華這個事情呢 主委,你應該聽說也知道了,楊華公會把這事情崩了之後,楊華公會的幹部也被清算了 甚至被派到,有些是資遣,有些是強力,惡意用各種理由,把它資遣掉 甚至,現任的幹部被派到去海邊去看守倉庫 你對這個,這個資方這樣惡意,目無法進的這樣一個作為,你認為有可能嗎? 跟委員報告,就說,楊華發生了這個勞資爭議的事情,跟後來陸勞事件其實是兩回事啊 那當然 之前,就有勞資的這個爭議存在 那我們對於勞工權益的保護當然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那麼資方他只要有違反我們任何勞動基準法 還有違反我們相關的法律規定的部分,我們一定是採除的 但是,但是,這個情形就跟藍珊一樣 我要作為提醒,為什麼要執行這個主委 藍珊是合法的公會,你也在這邊講的嘛 楊華也是合法的公會 都是合法的公會 好,那公會行使他公會幹部,員工的權益的捍衛的時候 被這樣就算這樣,已經事實的 用柔制這種理由,你有沒有去介入調查 是,跟委員報告,就是說,在我們能夠協調的部分,譬如說像剛剛提到的羅采鳳 也是公會幹部,我們也是協調到讓他可以回到工作的職場上面去,這是一個部分嘛 已經協調了 羅采鳳已經回去了 好 他已經回到工作的現場了 羅采鳳不是火采鳳 我說羅采鳳 怎麼羅采鳳跑到那邊去 沒有沒有,我是羅采鳳 好,那個已經回到這邊職場了 但是我們認為齁 這不單只是個案,這冰山一角 之方惡意的這樣一個行為 我認為那才是背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希望說勞委會這個部分應該強制,而且當然不能去干預公司的營運 但是在相關勞基法規範上,應該有所去捍衛 我跟我們報告,就是為了保障我們工會的幹部 所以我們特別在我們的工會法跟勞資正義處理法裡面有不當勞動行為的裁決機制 特別建立一個機制,就是說雇主如果不當地去打壓我們工會幹部的時候 會被認為是一個不當的勞動行為 然後我們建立了一個裁決的機制 比透過法院的方式來處理要來得快速有效果 那麼我們希望這個法可以在明年五月一號的時候就可以上路 你不能確實保障我們的工會幹部 他不怕你罰,對不對?他不怕你罰嘛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這是我們上次在這邊爭議的說 他不怕你罰 所以我們希望未來有什麼行責,或是在罰則上 能夠予以提高,或是有什麼行政的一個處罰 能夠予以加重 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才是未來正品青年的方式 是不是這樣主委 那麼好,這個揚法的事情調查到這樣 你已經回歸到這樣 好,那我要問一下移民署 很奇怪 這個事情批發了之後 移民署隔天馬上發新聞稿 而且我在立法院執行之後 院長指示說隔天馬上去查 移民署馬上發新聞稿 查胡施政 我是不是請移民署來來來來答覆一下 謝謝市長 委員好 我先來說明一下 我們在建築媒體之後 我想我們就立刻去做一個查查 那當時查的情形 我們也是就 資方老方這邊 我們所了解的一些狀況 當時我們還沒有查到尚無具體的實證 大概我們的用意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又陸續接到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包括像委員也一直在關心 還有一些其他管道也有跟我們做了一些反應 所以我們一方面跟這些管道在做查證 那10月22號 所以我們又再去了一次 那去了之後呢 我們還是覺得有一些疑義 就是 或許就是大家講的 他看起來是 是真的很像是不是有所謂的路老 可是按照現行的法令 又沒有辦法明確的判斷 他就是就是在工作 所以我們一直針對 到底是研席還是工作 我們跟相關的人員 還有一些法令也好 或者實務工作上比較了解 我們一直跟他做請益 所以我們我想我們還是在做查查 也我想這個目前還沒有結束 我認為你們帶隊去 包括他的居住 但是工作的部分是屬於老委會 你們去就等於是變相背書 你還通知他什麼時候 還去還去從那邊帶到那邊 從山廠帶到那個會議室 這個當中裡面你們做這個動作太粗魯了啦 沒有其實我們 我覺得未來你們要去做臨時性的稽查 當然以不老民為主 但是臨時去的稽查 是應該由老委會 移民署 甚至在這個經濟部投診會裡面 整個一個跨部會去稽查 這樣一個成效 而不是我剛才的人 你跟我說我常常要來抓 下位 那我可能講句話 我曾經兩點 而且人家 而且數據都很清楚 給你們的資料 你整個一個約談約詢過程 包括整個過程裡面 他怎麼打工幾個小時 都很清楚 你不要去淪為一個背書 或是一個橡皮圖章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意義啊 法委員這個我澄清兩點 第一點其實我們是無預警的去查查 第二點當然這個聯合查查呢 規模有大有小 七號那次規模的確比較小 二十二號那次規模就比較大 那我們想現在也沒有說特地為誰背書或不背書 組長查查的話不是所有集體在那邊開會一樣啦 要個別問啦 你要個別保留人家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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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權利啦 你這樣問哪裡敢講 連講都不敢講 我們其實是在同一個辦公的場所是沒有錯 但是其實是 什麼同一個辦公的 就在會議室裡面 透明玻璃 外面全部都是他們的主管 在那邊監看 他敢講話嗎 他為了 為了養家戶口 為了給我犯 他敢講話 外面其實不知道裡面 問的具體的內容 然後也是分三個組 分三個組在查 你怎麼知道在會議室有沒有監視器呢 我想這個部分齁 在資方其實不是在這間 這個小小的個案啦齁 但是都冰山一角 將來給你們有一些相關的一個 SOP的建構 包括未來列式這樣的案件 你們的處理方式再去做修正啦 好不好 我想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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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琢磨在這個這個一個個案上 好主委 我要請教你 而且齁這個組長 一定要想要小心 不要淪圍變成像好像 你移民署在幫洋華 洋華光電區為事一樣 那老委會又縱容他這樣一個 一個中國勞工來這樣變相打工 這個你們要小心啦齁 好主委 你對 老委會 那個你請就說齁 主委 現在 整個中國專業人士 剛剛我們內政部 包括那個經濟部頭審會講 是因為 說這邊來三個月 不是三個月啊 主委你知道 馬英九上任之後 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的管理辦法 連續用行政命令修改了六次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表示意見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大陸人士在台的各類活動啊 的 商務活動 專業活動的 這些相關的辦法 基本上是 呃 移民署這邊在制定的 我知道 移民署來 我在問你的看法 你 你要 老委會你要表示意見 因為這個專業人士 將來牽著到 今天 我們主席特別排 所謂專業人士 來對台灣就位的一個衝擊 等一下我 我問內政部 內政部你 那個 你也趕快上來吧 然後那個 主委 你老委會沒有表示意見 跟委員報告 每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捍衛本國勞工的權益 一定會表示意見 表示意見 他都不理你了 是不是 有啦 有啦 我們同仁在現場 其實都非常清楚 知道我們表示意見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經過一些搓散跟溝通 你抽商溝通 但是他整個這個 這個位置不理你的 還是有啦 還是有我們的意見在裡面 好 有什麼意見我告訴你 結果修改的內容是怎麼樣 在2008年7月31號 原本來台從事活動的專業活動 原本申請需要兩個月 縮短了一個月 讓它很快就來了 第二點 在2008年10月31號 增加了 本來只有講學喔 增加了研修 而且呢 停留期間 長達 跟講學一樣 一年 也因為這一年裡面 不單是藍領階級 連白領階級 主委你可能不知道喔 這些教授現在可以組教師會 台灣的專業教授 現在很多學店 都請中國的專業教授 進來台灣 短期兩個月裡面 把課上完 錢拿了 跑啦 現在你 都要讓他延長一年 他剛才開兩個月 主委 你說這有沒有影響他們的工作權 這也是你的範圍裡面 你沒有去想到那麼多沒有錯 好 我再跟你講 你說 另外 包括那個黨務的 你都交流開會等等 這些都是延長啦 好 我的最重要了 你還有助長 他一個來 來台灣 投資不動產的所有權責 申請來台灣 原本他的停留間不得 四個月 現在放寬到不得超過一年 而且 他投資事業的負責人 來台灣 除了不得一年以外 還可以18歲以下的 他的配偶還可以同行 18歲以下 還可以比照台灣的國民 申請入學 這就是未來整個一個衝擊 所謂的專業人士來台管理辦法 基本上 是開後門啊 為什麼 我要告訴你 主委 去年年底 在2008年政黨倫敵之前 整個專業人士來台 才六萬六千個 政黨倫敵之後 馬上暴增九萬一千個 到去年年底已經高達十八萬九百九十九個 到今年八月份為止 已經高達十七萬了 我個人預估會破二十五萬 好 這這樣的當中裡面 將來有沒有衝擊到 都是一個很大問題啊 主委 我跟我們報告 我們早上的時候已經說明過了 就是說基本上 這些來台專業人士的人數的增長 以我老委會自己本身可以看得到的 單單工會的人數 就從七百二十變成兩千多增加了三倍 那是因為兩岸互動關係變得比較密切之後 自然會產生了一個結果 那至於您剛剛提到的有關於 來台講學的部分啊 其實這以前就開放了 那我自己曾經也碰到 現在是 的確是有人來講學 但他講的是大陸的相關法令規定 那讓我們可以 知己知彼百戰百歲 現在不一樣囉 主委 之前 是因為實驗性質的一種交流 現在是承認中國的學歷 也 你聽我講齁 那是一種交流 現在更大了 因為整個陸生招數的時候 他們的希望 他們的教授可以來 陸委會中華基金會裡面 也針對這個專業人士 這一個所謂的 以專業人士 以所謂教學 都開放教學喔 所以這個部分過去交流 現在是量大 跟過去量小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也要提醒主委 對於這些白影階級的權力 你也要去捍衛 好 另外 這個以外齁 很奇怪主委 我要講 就叫經濟部投審會 很多光電產類 這個申請喔 都百分之百耶 申請這些勞工啊 申請這些員工啊 中國來的員工 以所謂的假員席之名喔 來真正打工之石 大概有七家公司 都是很異常的 欸 百分之八耶 市長 黃市長 你們經濟部投審會 這個核定 他申請的理論 馬上馬上核准耶 主委 你已經選就好 因為我時間怪到了 嗯 是這個 這個延期的部分 當然就是書面上 看他的那個 報來的資料 合不合規定啦 大概是這樣子 目前 所以你看 以延期之名 光陽 光華 陽華就是一個案例 一樣啊 你在友達 四百多個啊 日月光也三百多個啊 這是以延期之名 好 那延期的部分 我就從 大陸人的專業人士來管理辦法 我已經告訴你 已經修改為一年的 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號 那是延休啦齁 延期講學的部分 延期跟那個受訓齁 經濟部管的這部分還是三個月 好 你設限三個月 但是入委會已經放寬了 那我再跟你提醒齁 主委 我再跟你說齁 我提前這個光電啦齁 有什麼A光電 申請的就一百六十九個 B半導體的就九十五個 每一家公司都是上百耶 一次大概 一次我們的資料大概沒有那麼多 不 你一次有些四十個 有些十二個 有些三十五個 那他可能分次分不同 對 有些有一個 對 我在講 這個部分大概是只有到九月份而已齁 他現在這整個量批進來的話 這個是 我覺得你要去 老委會終始要查核 或是宜兵署要查核 但是你經濟部投審會 你就一放寬 讓他們再進來 你等於一邊從所放 你右邊要去查 很難查 我們希望你這個部分 從今天的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是一個跨部會裡面去做一個 專章來協助處理的 而不是只有說 你經濟部一直放 然後老委會去抓 或是宜兵署去抓 基本上 這等於是白費工啊 所以我們希望是將來 列為我們在 保護本國勞工 或是本國的 員工的一個就位的機會裡面 一個比較重要的一環齁齁 好 謝謝 好 感謝潘委員 潘委員的建立 非常的實際了齁 好像